桃园市议员第八选区平正区参选十二人 应选六席 国民党提名四人 民进党三人 这一届因为有两位老将不再参选 空出了两个席次 参选人王沛玉卷土重来 前议员邱邦炫也再次回锅角逐 加上各党提名的新人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 桃园市议员第八平正选区 原来国民党与民进党各提名三人 后来因为市长选举签动提名人选 国民党现任议员陈万德 希望妻子吕玉玲参选市长 所以并未登记党内初选 最后因为种种变数 补提名他的儿子陈伟业 陈伟业因为担任助理多年 接续参选可说是无缝接轨 平正的选情是非常的激烈的 伟业会努力的提出伟业各项的政策 各项的福利政策 提出来让选民认同伟业 支持伟业 除了陈万德 武党籍庄于辉决定不再参选 多出一席空间 在2014年参选过 以高票落选的王沛玉 这次卷土重来 披上绿袍 被视为是一匹黑马 我自己就是因为年轻人对于选举的想法 就会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那我希望就是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就是文青怀旧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到这个空间就好像走到朋友家的客厅一样 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担任六届议员的舒翠玲 这个出来的候选人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以及一定的基础 所以相对而言呢 这次其实也算竞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呢 这次本来国民党预计是提名三席 后来变成四席 所以相对而言呢 我们要多努力 要努力的开拓票源 否则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危险 国民党提名现任 舒翠玲 黄近平 以及新人陈伟业 陈雨凡 民进党提名刘仁兆 杨家良 王培育三人 这次杨家良选前受伤摔断腿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他的服务具有热忱 亲和力十足 相信选民还是会继续给予支持 所以因为左脚骨折的关系 所以整个想握的手都握不到 相对其他候选人 一一的握手寒暄之一 我就只能站在旁边看 连市长郑院棚的车队扫街 我也只能在下面跟他挥手 因为上不了吉普车 脚没办法站在吉普车上 所以当然这会很心急 因为握不到手 就代表着少了一份跟选民的请托 所以看得到 但败票不到 其实心里面是更焦虑 五党籍参选的还有刘邦炫 高宇燕 民众党提名曾言杰 包括时代力量 绿党也都提名一人 一共12人参选 抢夺6个席次 看似有一半的胜选几率 竞争却是十分激烈 只能说票还没有开出来 谁也不敢大意 努力的握住每一双手 用诚意打动选民的心